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桃园市复兴区罗浮高中的学生 在全国技艺竞赛中拿下了好成绩 其中在中餐烹调青年组北区 和旅馆接待青年组都获得了第一名 罗浮高中我是桃园唯一有餐旅群的公立高中 吸引了许多的学生就读 复兴区罗浮高中以餐旅旨教育为特色 吸引不少学生慕名来就读 近期罗浮高中的学生表现亮眼 获得第54届全国技能竞赛中餐烹调青年组北区第一名 旅馆接待青年组北区第一名 第三名第四名餐饮服务青少年组家座的佳基 很棒的成绩是我们在中餐的这个部分 拿到北区的第一名 然后在旅馆接待的部分也拿到北区的第一名 我想因为我们罗浮高中有这个住修型的学校 那很重要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孩子都是住在学校里面 所以学校里面的夜间课程里面多了很多的夜间课程 那包括了这个夜客服辅助计划或者是这个数位学办 那有很多的孩子也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培养技能 罗浮高中是住宿型的学校 学生经常自主在晚上的时间练习 学校的师长也愿意花时间指导陪伴 在各项技艺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尤其是参加全国技能竞赛 竞争对手有高中以上的大专生与社会人士相当不容易 那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利用课余时间的晚间练习时间 那老师也非常努力的指导我们给我许多专业的那个指导级调整 那我在这一次比赛可以得到很好的名次 这次得奖的心得就是我觉得很开心 但是还是有很多不足跟需要检讨的地方 然后比赛前我们就是每天留下来练习 还有白天的时候会抽离班上 然后去楼上的房屋教室做训练 罗浮高中112学年度第一届观光事业科毕业生 有6名报考国立高雄师班大学援助民族专班全数上榜 目前独立招生也已经开始 针对餐饮管理科和观光事业科分别开放7名和3名的招生名额 欢迎有兴趣的学生上网报名